大家好,這是王狗 沒錯,我又再度的來到女鬼橋 而我跟這個地方真的是有莫名很深的淵源 像我那個時候去參加走鐘獎 入圍的作品就是女鬼橋 後來呢,演出了一個相關的電影 今天呢,又是為了女鬼橋開魂錄 這個Steam上的遊戲呢 而又來到了女鬼橋 要再次更深入的挑戰女鬼橋的都市傳說 而說這麼多呢 可能有的觀眾對於女鬼橋的傳聞 還是不太的清楚 而清楚的觀眾 或之前看過影片的觀眾也不用擔心 我這次會挑戰的比上一次還要更深入的 女鬼橋呢,一共有三個傳聞 第一個,據傳呢,在半夜12點之後 一個人獨自走在這條女鬼橋上 非常有可能會遇到一名藏法女子 若被這個藏法女子問話 不要跟她說你來自話公信 不然呢,非常的有可能 被她誤認成 你是之前害她死掉的男朋友 而找你索命報仇 對,我就在這個橋下 講這樣子的一個傳說 周遭空無一人,沒有人窩 我還真不免有一點點啪啪的 這個手機剛剛也給我了一個加油的聲音 第二個傳說呢,就是 傳說說 女鬼橋呢,最後的那個階梯 它一共有12階 但如果你不小心數到 它有13階的話 那就表示你進入了10階 第三個傳說呢 就是著名的女鬼橋的挑戰 電影裡面呢,跟遊戲裡面 都可以看到主角 坐著一張椅子 然後頭上綁著紅布 四周點蠟燭 就是在等待著女鬼的現身 而在這些作品中呢 確實都發生了非常可怕的事情 但現實事件呢 並還沒有人嘗試過 而我呢 今天就要來挑戰看看 這三個恐怖的傳聞 我就趕快來挑戰 第一個 獨自走過女鬼橋 看會不會發生什麼事吧 GO 大家,這一條前面呢 就是女鬼橋 走到女鬼橋的對岸 看看說 我會不會在半路遇到那個女子 好,OK,我們就走吧 開個燈 如果遇到它 好,千萬不能說是化工系的 這裡的氣氛 其實真的挺臨終的 因為你看上面的樹 非常的高 然後而且 大家可以看 後面完全沒有任何的人 繼續走吧 女鬼橋的這兩側 以前好像是河 但是現在就變成了這個 乾枯的東西 現在還真的有一點怕怕的 OKOKOK 走到這個地方了 沒有任何的人 那我就順著走回去 有一點雞皮疙瘩 有一點恐怖 貓貓的 真的貓貓的 走過去 沒有遇到化工系的女子 那我們做第二個挑戰 再走到對岸 去樹樹看 那個階梯吧 又要再走回來一次 還真的有一點怕怕的 把燈打開 你們可能會有的人好奇說我最害怕的是 是哪一次 我個人 有列入了一個 王狗最恐怖TOP10嘛 女鬼橋呢 確實有在我的 路選方圍裡面 走過這條橋 然後沒感覺背後涼涼的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打擾了 不好意思打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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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這個階梯著了 來吧 有樣子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蟑螂 七 Т 七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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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有一個東西過去 我們等一下去看 我現在在第七節 8 9 10 11 12 13 13 為什麼 14 15 16 我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女鬼橋的這個階梯有16格 上一次來坐的時候 我忘記我數有幾格了 13 好 剩下最後一步 據說我回頭 就會看到 那個學姐 3 2 1 1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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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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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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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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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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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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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2 2 我們今天試了才知道 同款遊戲角色的畫面 等一下就敲我手上的鐘 蓋上紅布 看看會不會有女鬼來找我索命吧 腳下放了一個溫度機 我想要看一下會不會有 突然溫度下降的情況 不多話 點了蠟燭吧 對 大家也看過我之前的影片嗎 很多都是蠟燭的莫名熄掉 特別測試看看這種 框起來的蠟燭 對 它會不會熄掉 趕快來挑戰吧 我先蓋上這個紅布 再見了世界 再見了王公 你要好好活著啊 戴好這個面罩了 現在即將來敲鐘 召喚那個女鬼魂的出現 13下 第1下 我頭皮發麻 塞1下而已 第2下 沒什麼動靜 哇 第9下 10 11 我現在什麼都看不到 我已經放棄害怕了 我反而沒有剛剛走橋那麼毛 恐怖到放棄掙扎了吧 第12下 刺舟 都還是鳥叫聲而已 覺得身體很癢 被蟲咬 會不會其實我背後 早就已經站一個女的在看著我 嗨 最後一下 敲碗 看看 會不會發生什麼事 特別的響徹雲霄 有發生什麼事嗎 看起來是沒有什麼動靜啊 好 好像沒事齁 對吧 蝸牛 溫度也是25度 那大家 我們現在好像 沒有什麼我意料之外的事情發生 我們回去後續趕著見 我看黑圈看起來很重 因為現在是早上8點 但我還沒有睡覺 反到前天我去女鬼牆呢 我個人是覺得 沒有意料什麼 淋一些像 但是呢 看到前面那個足球的畫面吧 這個足球 它就在那 突然這樣 滾過去 而且滾的力道其實挺大的 除非我在足球後面加一個彈 但是我沒有那麼高特技嘛 我又不是胡子或螃蟹機 我不知道怎麼去解釋它 但是呢 又跟上一次女鬼橋比起來的話 我個人覺得上一次女鬼橋的東西 可能是更為明顯的 因為它在車上有拍到一個很像人影的東西嘛 雖然最後發現它可能只是衛生紙 至於那一位在橋上一直在憎恨者畫東西學長 那一位女鬼呢 可能讓愛啊 成為過去的時候 伴侶會去恨另外一半 但我好像不會 那你們呢 還是伴侶的時候 發生了問題 勢必得要好好的溝通嘛 不要等到很多的小問題 飛機到最後一次爆發 那可能真的就一把不可收拾了 台灣的未來動揚電機啊 而我這一次呢 坐在旁邊 超鐘 放四個蠟燭 蒙著眼睛 想像到後面是一整條 有傳說的橋 真的會整個背景發亮 大家自己可以去女鬼橋 就在東海大學裡面 做看 做什麼挑戰 但不敢做的朋友呢 也沒關係 你們可以去玩女鬼橋 開鬼魂路 因為它在Steam即將要上市了 這是一款第一人稱的 沉浸式體驗遊戲 玩家將扮演參與 預言試感大會的學生 而且遊戲中還加入更多取材 之東海大學學校的真實校園傳說 例如深夜湖邊出現的黃衣釣客 技術在販賣機上的鬼學長 裡面的角色、動作 全部都是特別請專業演員來參與的 配音也非常用心 都是請台灣本土的專業配音員 所以想要體驗恐怖快感的人 上Steam就對了 真的不用想要那麼多麻煩 然後開高速公路 你的大包小包的人 只為了坐在那邊 讓自己被嚇 回來可能還要被卡 對 任何的感情呢 發生狀況的時候 定量協調溝通 分手後至少是帶著祝福 還有民的分手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一定有時候還是會想起對方的好 原來又是另外一種非常特別的感情呢 所以千萬不要因為一時的衝動 或是氣化或是不信任 對另外一半造成一些情緒上的傷害 當真的事情來不及往回的時候 真的很痛苦 像這個女鬼一樣就對了 還要在女鬼橋 身受百年之苦嗎 你一定也不想 對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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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